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方硕来说,是一个特殊的夏天,他的儿子在6月出生,因为国家队的任务,方硕除了妻子分娩的那几天,几乎没有跟球队请假。 孩子出生那些天,主帅李兰给方硕开了绿灯,允许他晚上可以不住在队里。 所以他经常白天在国家队训练,晚上去医院照顾妻儿,照顾新生儿是多么熬人的一件事,即便有月嫂帮忙,即便是在医院,休息肯定是没法保证的。 更何况白天还要经历那些高强度的训练,当时南蓝红队把方硕作为球队中的正能量进行宣传,把他作为球队中的模范去激励其他的队友。 但各种自卫,付出了多少努力与辛苦,其实只有方硕知道,为了备占亚运会,为了能够帮助中国南蓝重夺亚运会冠军,方硕默默承担了这一切,在孩子出生的两个多月间。 他在家陪孩子的时间,恐怕算上周末假期,一共也不到半个月,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随国家队训练。 比赛,四国赛,四杯,他一个大赛也没耽误,但孩子成长的瞬间,他错过了不少。 这次的亚运会,方硕肩上的担子不轻,赵继伟在训练中严重受伤缺席,后卫线吃紧。 作为球队的队长,队力年龄比较长的队员,方硕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填补空缺,必须要表现得更好才行,但这其实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南蓝打这么关键的比赛。 面对巨大的压力,他需要时间和力练。 方硕远投三分,亚运会的前几场比赛,方硕表现并不好。 第一战对菲律宾,他四投零重,只靠打球得了两分。 第二场对哈萨克,他七投一重得了三分。 第三场对实力不济的燕尼,他也仅仅十投二重得了七分。 第四场对实力下滑的中国台北,他八投一重,得到了六分。 前四场比赛,运动战一共29次出手使投进了四个球。 压力,巨大的压力,压在方硕心头。 因为南篮一直在赢球,网上并没有太多批评的声音。 但方硕心里憋屈,他需要一场爆发把这种压抑排解出去。 决赛对伊朗的比赛,对中国南篮来说至关重要。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输赢,不仅仅关乎亚运金牌的归属。 更关系到年轻的中国南篮,能否搬开伊朗这座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,重返亚洲之巅,成就一番霸业。 每个球员都希望能够打出自己最好的表现。 方硕也不例外,这场比赛,方硕仍被主帅李南安排替补登场。 他的出场时间,将取决于他这场比赛的表现。 方硕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,他希望能够证明自己,帮助球队赢下亚运会冠军。 虽然从未曾代表中国南篮,打过亚运会这么重要的比赛。 但方硕过去几个赛季,在北京对大风大浪也经历了不少。 有过高峰,也有过低谷。 他知道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。 决赛里,他试着按照正确的方式去打球,在自己机会不佳的时候,利用突破撕开伊朗的防线,为队友创造机会,助攻队友,在进攻选择上,他尽量选择最稳妥的方式,最有把握的得分方式,稳扎稳打。 果然,在心态平和下来之后,他的突破,中投和三分球,的感觉都找回来了。 本场比赛方硕出场30分钟,仅次于球队的核心周琪和丁燕宇航,两分球5中3,三分球6中3,并且送出了全队最高的8次助攻。 却只有一次失误,在亚运会决赛的舞台上,方硕用这样优异的表现证明了自己,金牌是对努力最好的回馈,成功是对坚持最好的回答。 对于方硕来说,这次中国南篮亚运会的经历,一定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经历。 对于中国南篮来说,方硕可能不是后卫线上最王牌的球员。 郭艾伦、赵基伟仍然是被更多人看好的一对后卫组合,但未来在南篮世界杯,甚至东京奥运会上, 方硕有能力成为帮助球队改变比赛的人,他拥有一个出色球员必须具备的条件,出色的身体素质、细腻的技术和一颗坚强过人的大心脏。 正如同2003年亚锦赛上,交界曾经拯救中国南篮一样,方硕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,只要给他机会,他就会努力去闪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